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它要我们试着利用y等于3的x次方的图形呢 去做出y等于负的3的负x次方的图形 OK这个呢就是原本y等于3的x次方的图形 好那我们要来怎么做呢 我们先想一件事情 诶这个东西啊我们把它先整理一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负y呢等于3的负x次方 为什么学长要把它弄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跟我们最原本的y等于3x去比的的话呢 看起来有点像是什么 像是用负x去代替x 然后呢用负y去代替y 我们在学过图形的这个对称的时候呢 我们有讲过如果是用负x代替x的话 那么图形呢会对称y轴 如果今天呢是用负y去代替y的的话 那图形会对称于x轴 那今天一次两个都给它代替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如果还没有概念没关系 我们就循序渐进的来 我们可以先画画看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画一条绿色的叫做 y等于3的负x ok也就是什么 y等于3分之1的x次方 那y等于3的负x跟原本 y等于3的x比起来的话呢 它就是单纯用负x代x而已 ok然后所以呢 我们知道它应该要是对称y轴的 所以呢如果今天 y等于3的x次方长这样子的时候 那么它每一个点 比如说这边原本有01 那当然对称于y轴的话还是01 那原本这里有13 那这边就应该会有-13 -13 比如说是在这里 那如果呢原本是29 那这边呢就有-29 ok 所以呢这个图形呢就会像是以y轴为一面 镜子一样对称的涨下来 可以尽量画得像一点 好所以呢 它们就绿色跟蓝色呢 这个就对称于y轴 而这个图形就是y等于3的负x 那当我们有了y等于3的负x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变成呢 负y等于3的负x 我们呢再把这个东西拿下来 ok我们现在呢 再把它拿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呢 你现在变成是用负y去代y ok用负y去代y 负y代y的意思就是对称于什么呢 对称于x轴 所以当你对称于x轴的时候 原本这个是01 对称于x轴 这边就有一个0-1 那原本这边呢 比如说这是负13 那下面就有一个负1负3 那如果这边是负29 那这边就有一个负2负9 所以呢我们也把图形呢 给它画一下的的话 就会得到一个两个图形 是对称于x轴的 而这个图形就是负y等于3的负x次方 同时其实也就是y等于负的3的负x次方 就是我们的题目所要的 黄色就是我们所要的 那现在我们来想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是怎么从y等于3的x次方 变到这里的呢 其实我们就是先把它对y轴对称一次 再对x轴对称一次 而搞到最后这样的对称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对于原点有点对称 你想想看 刚刚这个点的坐标是29的话 在新的这个地方 我们有的坐标是什么呢 是负2 然后负2带进去 你会求到的东西是负2负9 那如果今天呢 在这边有一个点叫做负3 27分之1 对不对 负3带进去的时候是27分之1 那在这边呢 我们会得到的一个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3 然后呢 负27分之1 你会发现他们都会完完全全对称于原点 有没有 好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画一下 这个地方 他到他之间 他到他之间呢 这个是相互一样的 所以他们是对称于原点 同样的29到原点跟负2负9到原点呢 也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又有趣的事实 就是说呢 当我们用负x负y去代替xy的时候 那么我们得到的新图形 新图形 这个是我们新的结论 新图形和旧图形呢 会怎么样 对称于原点 新图形 旧图形 对称于原点 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 现在透过这个题目呢 发展出来的 为了呢 重视一下原点 我们把这个原点呢 特别写的大一点 对称于原点 OK 那希望呢 你可以很明白 清楚知道 负x带x的时候 是对称于y轴 负y带y是对称于x轴 OK 刚好是相反的 x变y y变x 然后但是如果是负x负y带xy的话 那就对称于原点了 好 好